心衰晚期临终症状 如文医生特医药专家张明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心衰呢 首先它是一个各种心脏疾病的 中末期的表现 中末期的表现呢 主要呢分为几大类一种是 我们临床叫体虚幻衰竭 或者肺虚幻衰竭 或者是体虚幻加肺虚幻的 一个全形衰竭 那么在临床中呢 我们经常会表现为从轻到重 比如我们的肺循环的衰竭呢 就主要表现为呢 气短气粗 劳力性气粗 然后呢夜间蒸发去呼吸困难 端坐呼吸 这样从轻到重的一些 缺血缺氧的一些状态 那么如果是个体虚幻 淤血的一个状态呢 主要表现为腹脏 纳叉 腿肿 然后这一系列的体虚幻 淤血的一些的表现 如果说出现了全形功能的衰竭 那么主要以体虚幻为主 肺虚幻的预血就相对来说比较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 心衰呢 因为作为各种心脏病的中末期表现呢 有些人理解为 就跟我们的肿瘤中末期有点相似 说实在话 医院能够做的事情 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们能做的是一个 首先针对病院治疗 尽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 这是首先要做的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就要改善心衰的症状 因为我前面说 心衰之所以出现这些临床 主要是因为体虚幻或者肺虚幻 或者瘀血造成的 那么我们的利尿剂呀 强心剂呀 扩管药呀 这类药物呢 在我们的临床中也在广泛使用 可以改善这种心衰患者的临床症状 改善病人的愈后 改善病人的死亡率 所以在医院里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药物 在不断地发现 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衰患者 带来一定的获益 比如说我们最近临床中 常用的一些新型的强心药 比如左心梦痰呀 还有一些利尿剂呀 就是心活素呀 还有一些头发不碳呀 利尿剂呀 这一类都能够改善 我们临床的症状 还有我们口服药那个阿里 在我们临床中 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 也确实给一些心衰患者 带来的福音 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 我们一些器械的治疗 也给病人带来了明显的活跃 比如我们的三腔起搏器 就是说还有CRTD 都给我们心衰患者 某一些患者 可以改善他们的这个愈后 延长他们的生命 所以说科学在进展 希望我们这一类人群 尽管我们能做的很少 但是我们还在努力 还在改善病人的症状 还是有一定的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